大家好,我是老波仔樓屯,Bosco 今天上班了,不登山了 帶大家看房子 現在疫情下,住屋的需求又有一個新的趨勢 元朗區有四個地地站 其中有兩個市區 一個是以Yohu為主,另一個是朗平站 朗平站現在又比較熱門 為什麼呢?一來樓價便宜一點 二來,有很多客人反映 如果那個健康問題 如果那個環境太複雜 又連上商場的話 未必是現在會考慮的單位 今天介紹一個半新盤全新住 沒有入住過的 495呎朗城匯 帶大家去看看這個合不合你心思 我們大家一起出發 一進入這個單位 就面對著一個很可原的景觀 很可原的景觀看著哪裡呢? 看著元朗的市鎮公園 市鎮公園剛剛我們都介紹過 這個單位其實望向外圍 雖然有些扭景遮住 但是它都很通爽的 因為在我們前臨下面這些 全部有一家學校 還有一些舊有的建築物 不是很高的 在景觀的外圍 其實望到市鎮公園 最遠處就是青山發射站 在我們右邊 其實望這個位置 就望向嘉湖那邊 西南這個方向是向西南 好 那我們進入房子看看 這間房子進來 其實是一字廳 客廳和飯廳都沒有走廊 一進入房子就已經沒有走廊 先講講飯廳 飯廳這個位置 就可以放鞋櫃和餐桌 很寬闊很寬落 大概這個位置 我目測到都有四十幾尺 打開大門進來 右手邊就是廚房 廚房 廚房就 四四正正 至少緊廚 不是現在的開放式廚房 這個焗爐 三個頭的煮食爐 上面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下面呢 其實這些都 很多都是那些 可以放一些雜物 五味架 其實這些都全部可以放得到的 洗衣機 陷入式的洗衣乾衣機 這個雪櫃就是發展商 隨樓庫送的雪櫃 很簡單的 一個馬鞍形的廚房 走出來 這個就是客廳 客廳就剛剛 左手邊 就有一個緊窗 但這個緊窗呢 它都是可以開到的 有限制的闊度 如果你下雨的時間 你不想開了整隻窗 又不想開冷氣 這些緊窗就有些效用 然後就是這個露台 剛才我們走過出去 看過景觀的露台 進去其實 唯一一條走廊 三個空間 一個洗手間 和兩間房間 先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 雲石花的牆壁 就上到頂的 有司令 做了一些浴室 裏面 其實一點都看不到 它是華貿的設計 接著再進去主人房 這間房間 其實也有50隻 這裡仍然是有一個很大的衣櫃位 處理了一個組大型的入場衣櫃 剩餘空間就放在一個雙人床 這些全部位置 現在新的功能 再加工作就對了 它全部都已經有天線 和電線的設施 這個房間 亦都有一個 窗外出 我覺得這個挺私隱的 這間房間 其實兩間房間和廳 景觀都是一致的 都是向西南位 但是旁邊的單位 雖然是比較貼 但是 它這裏就沒有窗 就看不到房間 形成了一個空間 就比較私隱的程度 會比較高 再去另一間房間 這間是細房間 細房間面積比較小 可以放到一張單人床兩邊都可以 只剩下 可能要高空發展做一些吊櫃 會比較 放得多些東西 目前這個單位 叫價 就是 Woo 銀行股價是猜到的 我們就回到平台 看看會所泳池 先 沿著這個天橋 這個行人通道 就可以去到地鐵站出口 這個就是會所的入口 會所的入口 會所入口有兩層 剛剛看到底層的就是泳池 這些有些空間 給大家休息一下 這裏全部都是地鐵管理的 大家都很舒服 這個環境 對吧 我們經過這個五座 經過五座 就直接去入地鐵站 這裏 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讓大家舒緩一下 這裏 好了 我們已經接觸到 這個入口 這個入口去哪裏 6米 就是距離這麼多 我們就進去幾個站 謝謝 一出來就已經是 浪平站 C出口 我們上班 這裏上車 這裏上車 下車 好了 各位 剛才我們在上面 出回地鐵站 那你如果直接入地鐵站 其實就這樣過這條天橋就可以了 其實很快 這個不是唯一一個出口 如果你不是選擇搭鐵路的話 有另一個出口 我們先去看看 正式整個項目登記的地址 的正門 就是這裏 這裏出入的 這個才是正門 剛才那個就是 去地鐵站的通道 這個就是去巴士站 如果你不是選擇去搭地鐵 你要巴士適合地的話 其實這裏出口 有一個大的巴士站 我們現在去看看 我們剛才在這個位置出來 就經這個路口 這盞紅綠燈 前面那盞紅綠燈 看到有一個巴士出來 正在寫出來 這裏就是另一個巴士總站 其實在大馬路 都是在旁邊 所有的巴士路線都在這裏搭 我們先看看大廈 我們剛才在這裏 我們剛才在這裏 剛才我們在這裏 剛才我們在這裏 出來的 走過這裏 馬路 這裏就是巴士站 這裏就是巴士站 我們在這裏 已經在這裏 這裏有很多不同的食品 这条天桥,其实这个楼梯位也是上回地铁站的 如果你不需要日晒月淋,在这里上去就可以了 好了,如果喜欢这个单位,或者是喜欢这条片的,麻烦你点个赞 或者联络我们的同事看楼梯,多谢,身体健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